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属于每年冬天不刷的三四五六灯就感觉很空虚的那种你知道吗 就在整部电视剧里除了传统的亲情 友情 爱情 其实还有一些人生哲学 就比如说郑焕开车去找德善那段就他遇到了很多红灯 然后被阿泽抢先见到了德善 就当时的台词是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也不是实际 而是我数不尽的犹豫不决 我的天 但是真的不要太心碎好吗 就好在现场中他俩真的在一起啊 就弥补了这种遗憾 所以就还好 就也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段CP 当然啦 作为一个吃佛 我还是更喜欢无力振风吧 我跟你们说 就现在的快递真的太嚣张了 我都无语了你知道吗 这不是前两天我给大哥买了个手机壳吗 最后到了之后那快递电话也没打 直接给我扔小胸膜贵子里面 就知道哎这都不算啥了 但是当我拿到手的时候 那个包装盒就明显的被人拆过的痕迹 果然就里边钢话门不见了 当时呢我就联系了快递公司 然后那边接线人就说了一句 后来知道了我们了解一下 然后哐把电话给我挂了 我都懵了你知道吗 你倒是跟我收据稍等啊 其实真的一个钢话门 他就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们就料定这东西很便宜 很多人就是懒得追究 所以就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就肆无忌惮地去拆别人的快递 但是这是最让人上头的地方 就在于我们都知道 就算投诉或者是差评 最后倒霉的只有那个派遣员 真正的小偷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其实我一直都想尝试一下极简生活 然后我在家里转了两天之后 我就盯上了那个放婚纳照的大箱子 当初拍婚纳照的时候 那就觉得一味的就一次 从选衣服到选照片 那真的是莫名其妙加了一大堆 然后那一大堆相册 只有在结婚当天见了下太阳 之后就此长远 于是我跟亲人委婉地传达了一下 我的中心思想 大概意思就是 这东西看都不看 还最沾地方 咱处理一下呗 人大哥说 行啊送人还是卖了 我一口老鞋卡在胸口 差点就过去了 然后人大哥一脸嫌弃地跟我说 你这话说的我都没法接 我要是说扔了 你肯定怀疑我老早就想换老婆了 我要是说不扔 你又觉得我不尊重你意见 我求你了 给我个痛快就嘛 我叫你发动 我可以说什么 你这样在哪里 我叫我小沉 我叫我小沉 我叫你老大 你管我 mesmo 你叫你老婆